以及批准離開香港 好了,另外呢,講到凍結、限制、沒收以及充分 對國家安全罪行相關財產的一念 即是說,公安局局長如果有合理理由懷疑 某財產是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相關財產 可以直接書面通知作出指示 任何人不得處理這些財產 而原眾法庭可以在律政司司長的申請下 是命令將罪行相關財產充公 而律政司司長也可以向原眾法庭申請限制令 或者是押記令禁止任何人處理任何可變現財產等等 這些都是當中的一些內容的介紹和講解 讓大家更加清楚明白的 來自今天就是香港文匯報的內業邀文報道 好,接著看看東方的報道中的新聞 就說鐵騎士涉掛光時期就撞警 手中為國安法案就提訊 涉嫌在7月1號 10月1號駕駛駛駛上光 香港時用駕駛禁止的電單車 就是衝擊的警方服飾的男子 好,在空間也拍照 你現在擺下了 早安,俊翔 早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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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